最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键盘 它有12个按键和4个转轮 它的每个键和转轮都可以自定义功能 比如把粘贴复制的Ctrl-C和Ctrl-V定义在一个键上 把转轮定义成放大缩小功能等等 只要按一下或者转一下 就可以实现以前需要同时按一下两个键才能实现的功能 我抽空研究了一下这个键盘 和网上其他人DIY的类似键盘 感觉这应该是从一个开源的可编程键盘项目衍生而来的 基本原理都是用一个微控制器通过编程设置配置文件 给每个键和转轮定义功能 然后通过USB接口发送键盘代码给电脑来模拟键盘鼠标 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闲置很久的单片机开发板 我就想试试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 不过经过研究我发现 我买的这个型号的开发板的USB接口 只能实现简单的串口通信功能 不能用来模拟USB键盘鼠标设备 既然硬件不能直接模拟鼠标键盘 那能不能用软件来实现呢 因为很多编程语言都可以发送键盘代码 基本思路就是单片机不直接发送键盘代码 只是把按键和转轮的状态通过串口传给电脑 然后在电脑上运行一个程序 把这个状态转换成按键代码发送给应用程序 硬件不能直接完成的功能通过软件实现 经过了一番试验和测试证明 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需要的功能都能实现 整个软硬件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单片机这边用几个开关模拟按键 旋转编码器用作转轮 单片机上的程序负责采集开关和编码器的状态 通过串口传给电脑 电脑这边写个Java程序 从串口里读取单片机送来的按键状态 根据需要翻译成对应的键盘命令 发送给应用程序 通过电脑端的程序 我可以随意定义这个按键对应的键盘代码 从而实现自定义键盘的功能 两边的程序编好了 下面就该准备硬件了 我手头上能用的硬件元器件 除了那个单片机开发板 其他的实在太有限 找了半天 也只从一个进水报废的键盘上 找到一个调节音量的旋转编码器 还有五个从废电器上拆下来的微动开关 只能凑合着搭了这样一个实验电路 不过看着虽然简单粗糙 设想的功能完全能够实现 我在电脑程序里 把这几个键定义成了 简切到开头 简切到结尾 分割 模式转换和播放暂停 这个模式转换键 可以让转轮实现不同的功能 缺省是左右移动时间线 按一下变成放大缩小时间线 再按一下变成调节音量大小 通过按模式转换键 为这仅有的一个转轮 就可以实现多种功能了 具体应用时是这样 先接上开发板 然后在电脑上启动驱动程序 菜单里选好接口 连接正常的话 下面就会显示键盘的状态了 按按键或者转转轮 这里就会显示对应的值 再打开视频编辑软件 我这里用的是Final Cut 实际编辑视频时就是这个样子 缺省情况下 转轮左旋 时间线向左 右拳向右 鼠标挪到要裁剪的地方 按一号键删掉左边的内容 按二号键删掉右边的内容 三号键可以分割视频 五号键用来播放和暂停 按一下功能转换 旋转轮轮时可以放大缩小时间线 再按一下功能转换 旋钮可以调节音量大小 这里模拟的都是一些最常用的组合键 如果不用这种可编程的键盘 每个功能都要通过在标准键盘上按两个甚至三个键组合起来才能实现 有些组合必须用两只手 右手经常需要在鼠标和键盘之间切换 有了这个键盘 很多功能就可以一键完成 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 条件限制 我这个装置还只能算是个非常简单初级的原理模型 等以后有时间了 可以完善一下 多加几个按键和旋钮 换个单片机 直接发送键盘码 可以省掉电脑上的驱动程序 应该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的